在今天节目当中是有一群年轻朋友 还有一位来自国外的我们很厉害的朋友 他是一个乐团的主唱 等一下杨姐会慢慢跟大家做介绍 当然这次的活动当中杨姐发现 这一群在地的年轻朋友在地耕耘在地奉献 而且把这个艺术能量在地文化的能量 把他发展出来他们真的很辛苦 我们先来欢迎的是 孙怀活水人文协会 我们的执行秘书老王 哈喽老王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志工何远 那另外呢 还有刚刚杨姐说的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的老外朋友 我们的末日之心乐团的主唱 因为等一下呢 杨姐最后节目的最后要放 秦曼唱的歌哦 昨天杨姐听了说 我丝毫不认为是外国人唱的 因为很简单 你会台机叫好 真的很厉害 那我先请老王跟大家讲一下 那这一次的活动 摇旗纳反音乐祭哦 这个活动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九年 是 对 所以是从09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18年 是 2018年 所以持续9年的音乐节 都是每一年固定都要来举办的 是 其实老王本身哦 因为杨姐知道 这个乐团 你们乐团叫台青交 对对对 其实这个乐团也算很有名 也是你们一群在地的年轻朋友 都一三人吗 在地的年轻人 所以其实台青交的演唱也是非常的棒 那其实 那你们当时跟这个活动的结合 是因为你们 你是表演者吗 当时的状况 我们都是乐团的成员 所以其实 一开始就是几个好朋友找来 然后就想说 不然办一个表演 办一个表演的活动 那很简单就是 过年没有表演 过年想要很热闹 要很嗨 因为大家 everybody都come here 亲亲朋好友 还有最重要是要唱给一些 在地的旗山人 跟回来的旗山人 要听一些 我们在社区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那时候 这个音乐节就成立了 其实今年 杨姐 拿到这个手边 这个算是 你们结合了旗山的一个旅游地图 还有一边是 这个算是活动的海报 那其实里面还有包含的是 这个意象也是蛮不错的 为什么这个人会有长 这个是一棵树吗 我们请伊曼做一个表情 我们马上fit 他有头发 他有头发里没头发 这个音乐季当中 今年邀请到几个乐团 我们今年有18个乐团 18个乐团 往年都只有大概9到12个乐团 因为真的是大家太优秀了 台湾真的有很多很好的音乐 而且台湾这种创作的元素 我们都很希望加码 所以每一年都觉得 好像好多乐团都没有办法来表演 所以今年第九年 逢九就是要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表现 所以今年扩大变两天的活动 然后邀请18个乐团一起来演出 伊曼你在这个活动 这次参加应该算第几年了? 我们去年没有 前年是第一次 所以这是我们第二次 第二次 那这个活动当中 像伊曼一样的外国朋友 你们也邀请蛮多 还有日本 还有日本 日本 但是其实他们是沃沃沃 沃沃沃 那也有香港的乐团 那也有在高雄的外国朋友 是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等于是 联合国进化 对啊 international 不过这个蛮有趣就是 因为我们也没有想象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那可是因为台湾这种乡村文化 其实对于一些国外的音乐人 他们也是有一些向往 是 其实台湾这种country side 不知道伊曼觉得怎么样 张艺斯他有去嘛 是 对 我觉得很特别 这个活动跟其他的音乐集 音乐集不一样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不一样的风格 我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日本的和香港的 他们怎么认识你 他们是透过international 真的 然后 你能先邀请他们 还是他们直接 他们直接来问 真的 对 所以 举办九年算是有口碑出来 对 就是慢慢网路上有一点点消息 消息出现 OK 那伊曼当初你是怎么来参加这个活动 你也是 找到 讯息 我在想 你在想 那个小时没有 是 你的朋友 有 跟我联络 他说 你要不要参加这个活动 是 OK 所以 其实每个乐团的缘分 都很特别 对对对 我会是大家找来的 我会是 你的朋友要请的 我会是大家 认识的 对对 不小心的 你知道吗 这个 这怎么出现的 不小心是怎么回事 不小心就是大家在聊天 突然说 你要不要 就是一起来表演 好 也有这种 因为在台湾 那个 团都大概自己认识的 没有那么多 可能整个台湾 可能有一两百的团 是 然后有那个 Spring Screen Made Jam 什么的 都差不多一样的 然后 都自己认识的 是 不过 也有蛮多是 我们完全不认识 后面是来 报名 OK 因为 可能伊曼的人员 比较广 他常常去参加 像我们 其实音乐节都有一些乐团 嗯哼 每一年都有没有看过的乐团 新面孔 对 那 就是我统计 那个Spring Screen的乐团 光一年报名就有五百团 对 其实也数量也不少 其实如果你看 以国外 就台湾这么小一个 这个国家来看的话 其实 这个团数算是蛮高 蛮惊人的 对对 那每一个乐团表演的风格 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还有一些像 马来西亚的也有来报 哦 对 可是因为 那个风格还有就是属性 我们觉得可能 没有办法适合这个活动 是 不然其实 也有不同的国家 其实都有一些连结 OK 先来讲一下这活动 举办的时间跟地点 在哪边办呢 呃 今年活动是 8月4号5号 OK 是在七山的 快到咯 对对快到 在伍德殿跟奥扒蚕的广场 奥扒蚕 奥扒蚕就是 齐山的公共体育场 哦 哈哈哈 奥扒蚕 同样的地方吗 对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地方的对面 哦 对 啊因为奥扒蚕 这个我们是觉得 比较在地的名词 是 因为说到奥扒蚕 如果你在齐山问路 大概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会告诉你 哦真的哦 如果你跟他讲体育场 他可能还要再想两三秒 哦所以 所以那个体育场 原本真的是蚕吗 它是叫做奥扒蚕 奥扒蚕 奥扒的蚕 但是那个蚕 不是蚕 蚕不是蚕 蚕是一个 种树啦 哦 它是一个日本时代的练兵蚕 哦 原来是这样子 就是全齐山都要在这边集会 OK 所以它就是一个蚕的概念 所以以前什么升旗典礼 也是有办过 就是我爱中我阿嬷两个座这一种时候 也是阿嬷两个座也在那边 对对对 那现在当然就是变了一个大家公共的space 一个空间 是是是 好 8月4号到5号 你们几点开始唱 呃我们是从12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 中午12点到晚上9点 对对对 但是因为中午有点热啦 对 所以今年真的 我看伊曼今天这个 快热死了 快热死了 所以为了要让这个 因为今年又刚好办在暑假 是 因为我们要结合一个议题叫做水准 哦 因为在齐山的农村地带啊 有很多灌溉用的水准 其实是有它的丰富性跟它的文化性 是 所以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水准的主题 然后当然你如果办在冬天玩水就 就感冒了 但是如果在夏天玩水 哇 超赞 对 那你今年为什么是这个手办的 之前你不是二月的 对都是二月 那为什么 哦 伊曼果然是参加过的 哦 参加过的 没有假冒 没有假冒 哈哈 因为就是刚刚伊曼问的嘛 就是因为我们今年主题在水准 OK 所以就希望说能够把它移到 summer vacation 哦 比较天气炎热的时候 跟水结合 大家比较喜欢 所以冬天冷了 大家都不喜欢 晚睡 所以今年 但天气热 啤酒可以多喝一点 对对对 刚刚我们讲到啤酒 伊曼她的最爱 你不要让我的老婆这样 哦 真的哦 听你这样说她会生我的气 啤酒应该是第二个 第二个最爱 哦 OK OK 赶快改正哦 伊曼太太 啤酒是第二 你还是第一 哈哈哈哈哈哈 OK 好 这个 其实这个跟结合在地 在地的议题是有关系 是是是 所以每年音乐节都会结合 因为要把一些乡村的特色推出去 是 这样水准是我们今年的议题 是 那去年我们其实就是用一个country road的概念 嗯 就让大家去走一些乡村的道路 OK 那有不同的乡村的地景跟文理层次 有清朝的老街 哦 有日本时代的老街 是 有战后的老街 你就会发现走起来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嗯 那今年就是水准 所以有这个贯川旗山的自来水用水的水准 哦 欸 会带大家去看吧 欸对对对对对 那还有越狱云水整个北高雄灌溉跟科学园区的用水 欸也在旗山过去哦 是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整个旗山香蕉新藏地带的这个富周遭的这个用水 OK 也是另外一条水准 所以其实这个海报的背面哦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海报 那背面其实就是一个奇山的好玩旅游地图 这个里面 欸蛮可爱的 自你写的吗 自你写的哦 自你写的哦 没有啦我们这个都叫手写 哦 我以为你的字那么漂亮 这个不好看啊 欸不会啊 我觉得很有味道欸 手写 我自己感觉蛮有味道的 这个地方 这个图你们自己做的吗 对对对自己做的 哇 这个图就花很久时间 所以老王你又会做此作曲又会画图 欸就是要生煎素 哈哈哈 不然这张图这个市价要设计可能至少五万块起跳 我觉得很好看欸 所以这个图你做出来是真的会带大家去看吗 对我们其实音乐节是一个系列活动 是 所以从其实在两个月前就开始再有活动出去了 是 比如说有水准的小旅行 水准小旅行 然后带大家去骑准 骑准 然后然后到水准里面去surfing 哦 哦 就是去冲浪 所以我们有办香蕉水冲浪 香蕉水冲浪 抱着香蕉的树干 哈哈哈哈 有没有像Morris 抱着香蕉的树干去啊 这样下去 非常难一句 那因为这个是我们这边小时候老人家他们都会这样玩 真的假的 真的 是真的会这样玩吗 是真的 OK 因为这个不是杨姐的小时候回忆 因为我家在苗栗 我家没有种香蕉 对 所以你们小时候真的玩过吗 我没有啦 我的年代还不够远 但是我们长辈了 你已经很大只的抱不动了 没有 还是扶得起来 一根可以载五六十公斤的体重是没有问题 然后可以顺着水 我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你可以两根 两根 两根才可以复作 两根就可以这样子搭这种 所以是真的可以体验得到 对对对 因为就是这个是奇山这边农村的文化 OK 像有一些地区他们可能是用椰子树叶 是 或者是用可能是一些椰子啊抱着 但是奇山因为盛产香蕉 所以那个香蕉的树干就变成是小孩子最好玩的玩具 它里面是空心的 所以它那个水是透不进去 它里面很多的气孔 OK 所以它就浮起来 很重 但是很会浮 哦 哇好玩哦 好玩哦 所以你看这一系列嘛 那除了水准的小旅行 我们在七月初刚办完是水准的工作坊 OK 那水准工作坊就是用四天三夜的时间 然后年轻人一起到这边来讨论 是 然后来参就是来进入这个田野的这个工作 然后进去了解奇山的一些水准文化 嗯 然后在试图年轻人有一些创意 就是说替水准有没有可能找出一些可能的出路 比如说现在这个绿能发达 是 是 是 那水准能不能变成一种绿能的这种 这个方式 是 可以产出更多的产业 或者说有人会觉得说水准可能需要再把一些居民的意思唤醒 比如说水准的沿岸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还提出了一个构想叫小镇的新弯区 小镇新弯区 这个弯也是 蜿蜒的弯 蜿蜒的弯 就不是那个beach side 是 它是一个就是本来水准这个蜿蜒处就有它的美感 是 所以这个就拉到就是把大家能够邀请到奇山的寸边来感受 OK 我有件事情比较好奇哦 在这个地方水准你们会真的下水去玩其他的活动吗 在小旅行的部分是有水冲浪 水冲浪 那在音乐节的现场我们就特别设计一个玩水区 那是用用那个我们讲的那种像是那种小游泳池那种 对对对大概比较大一点的充气式的 充气式的游泳池 对对对对那同时也搭配一些水上的那个溜滑梯的这种 好好玩 哇 有没有限年纪 诶这个应该是会限年纪 但像伊曼这样下去有办法吗 诶我们要实验 测体重吗 直接摆体重计 先上去这样子 不过因为那个大型的这种滑水这个大部分是比较for小朋友 小朋友 精子的 但是细水区的话就是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感受 是是 可能会放一个 因为你知道我们这边乡村以前 没有这种划船啊的娱乐 都是家里面的洗衣服的脸盆 哦 灰汤这样的 灰汤 灰汤 就够来用 放在水准边 人就坐在那边管 有办法吗 诶可以啊 这个应该体重也是要限制一下 诶对对对大部分是 快吃没办法 一般没办法 她的老婆一定可以上 她可以啊 对对对 大概比我一般 哦 那有机会哦 可以试试看哦 OK 好 那这个老 还有老街嘛 对不对 其实我们活动会场就是在老街旁边 是 那其实还有像是 旗山有很多地方值得走访 其实现场是有租用这个脚踏车的服务 所以你也可以使用脚踏车在水准 或者是周遭附近去走访 OK 那就可以跟着地图 那今年还有特别不一样是我们还跟高雄客运合作 是 所以有文化公车 是可以 是真的有人导览的 对对 公车上就安排志工来 OK 导览水准 所以是可以带大家进水准 所以你看有一些路线我们就把它画出来 OK 这个地图原本是这样 现在变成这样 对对对 每一年都会破障 慢慢延伸 慢慢延伸 变越来越大 对对对 把它长出来 所以就要把客人带到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像水准 我们有两条水准公车的路线 是 一条是看那个高空水桥 30公尺高的 二三十公尺高的这个水 水走的桥 按人可以上去感受 是 其实那个而且这是日本时代 这个大正年间施工 到现在都还保存得非常好 都还有在用吗 对都还在用 哇真的是很厉害 非常棒的工程 OK 好时间关系先让电台进个广告 我们等会回到现场 再跟我们现场三位来宾继续聊 等会马上回来 男孩子 男孩子每天都要刮鬍子 是 那一般都是拿一种刀片式 手动的 对 太厚重 没厚厚 没厚厚 没厚厚厚 要補充包 一组多少钱 切八百 啊过去有什么 你电动刀刀不用 你知道吗 不能水洗 但是现在空机在发电 嘛 现在是整机可以洗 你整机哦 就等那些 像潜水艇 丢在水里面 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人会出油 会流汗 对 你过去的电动刀刀 你如果不能用水洗 齁 膀丸都在哪你知道 皮肤红肿 骚痒过敏 嗯 那刀刀你打开都是 很臭啦 对 那刷子用把他刷一刷 那用很难用 那不是 那很噁心啊 里面都是细菌啊 所以说很多人电动刀刀 用一段时间之后 他不敢用 对 会抽嘛 会背嘛 但是我刚才说 那个手动的 他会生一生 哦 他会会流汗 那如果没到来 刮到这样 都拔胡子 如果想来 刮到流汗流汗 对 现在科技进步 我们刚才说全水洗对吧 而且现在是充电室 对 而且三刀头 是充一次电 连续使用50分钟 定义你穿一次电 那是不是一天 烤一次水手 对吧 两星期了 现在你就大学啦 做兵 你若说买一只刮胡刀 万几千块给他 哦 那判断他 都是对他沉冠 是 有的刮胡刀 嗯 同工程 嗯 好像没同牌子而已 是 差十倍以上的价格 妙祖父就是坚持 又好又便宜 我十多倍以上 我们今天来听几家 刚才再强调啦 泉水洗三刀头 浮动式 对 穿电式 我们刚才说两支 对 两支要买你多少 嗯 两支990块 990块 买一支 送一支 两支 两支 九百九 很高 、二支 泉水洗 三刀頭 充電室 兩支九百九 這個規格這樣的組合 你在外面保養公司 我最便宜都可能要一千五 已經沒牌子了喔 今天我們是廟主婦 鎮宏儀代言 兩支不夠了 零八零零 零五八 五八九 空八空空 空五八 五八九 這樣兩支 九百九十塊 你還找到有 你賣我 別說我賣你 對 來 電話金卡 空八空空 空五八 五八九 零八零零 零五八 五八九 冠金巴克就有機會 快樂 最好康 讓你越來越快樂 快樂 快樂 電台 在這 唱7.5 當下節目現場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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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是當道12點43分 就是快樂 電台FM 九 七點五 新門書 上上次 愛 載保和系列 和平還於楊潔 在我們的現場 當中 邀請到我們三位好朋友 是 來自我們 尊懷國水人文協會的 執行秘書 老王 還有我們的 志工和元 另外 我們這一位很可愛的姵嫩 我們末日之心樂團的主唱 同時也是吉他手 很厲害喔,楊潔有看你的影片 真的很開心喔 等一下,最後會放你的歌 真的厲害 其實在台灣的這些好朋友們 尤其許多來自國外的這些外國朋友來台灣 有的你們的團員組成都不一樣 剛跟楊潔跟以曼在聊 有你是英國來的朋友 有的是美國來的朋友 還有加拿大 每一個樂團的成員你們的認識是因為什麼原因 這個為什麼太火氣 因為這是很複雜的問題 就要看緣分吧 沒有人可以回答這麼深的問題 都蠻靠緣分,現在像你跟老婆結婚也一樣 誰知道是為什麼 那是一個很深的問題 你怎麼認識她 因為愛 沒錯 那會團員認識因為音樂 對不對 因為音樂最多認識的 那是重點,沒錯 好,其實剛剛我們在休息時間 有談論到一個問題 到底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活動的會場 因為一曼其實是一個很會利用高雄大眾運輸工具的人 對不對 真的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 因為他都會喝醉 所以必須要 真的嗎 等一下又爆他的料 沒有 老婆還是比較重要 老婆比較重要 對 不過大眾運輸的這個部分是很重要 公車 其實到會場的公車搬是很多 對,蠻方便的 其實如果從左營高鐵站的站前 就可以做奇美快捷 那只要30分鐘 60塊 刷卡 現在70塊 刷卡就可以到7-3 10到30分鐘 那或者是像一曼他其實蠻厲害 他運用高雄客運另外一條線 是從高雄火車站 然後民族路 然後上高速路也是到7-3 那很方便 真的很方便 我忘記多少 半個小時就一班車了 差不多了 對,每30分鐘 30分鐘就一班車 到會場去很容易 所以這兩天的時間 8月4號跟8月5號 兩天的時間 大家可以把握 其實我覺得 像楊姐我很喜歡去逛奇山老街 很有趣 很有味道 你可以去他們的店 東西又好吃 一定要去他們的店 你是賣香蕉蛋糕嗎 香蕉蛋糕嗎 對 真的嗎 我隨便講了 是真的嗎 好,下次我去買 哈哈 但是很多 很多趣的 酒吧 小吃的 什麼都有 香蕉酒 對對對 真的假的 一蔓喝過 當然喝過 跟啤酒哪個比較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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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個 他們的酒 沒有辦法喝很多 太甜了 可以喝一點點就好了 這是屬於那種 利口酒的這種 對 水果酒的感覺 對對對 OK 哇,好厲害喔 又有一個新的選擇 去逛奇山老街找老王 其實老街上蠻多可以吃的點 那或者是附近 像比如說 奇山蠻多 這個當歸鴨 面前 當歸鴨 然後肉丸 肉丸 哦 第三有六大肉圓 肉丸 對 一蔓愛吃嗎 你看我的 你覺得我愛吃 哦 當然 一定是愛吃的 哈哈哈 一蔓都會到老街去逛 什麼都吃 基本上什麼都吃 但是他沒有錯 那邊真的很有趣 對 對 那個 大概有 一公圍 有兩公圍 每一店都有各有特色 很有風格 是 那其實聽說朋友您可以 其實可以早上就去 像楊姐很喜歡早上的時候 其實早上人潮比較沒那麼多 其實早上有一個點蠻有趣的 就是最近越來越多客人 會選擇去旗尾山 去爬山 大概早上六點七點的時候上山 然後八點的時候可以看整個 就是因為旗尾山是高雄平原的最高 就是最清楚 它可以看到八五大樓 可以看到台南的火力發電廠 所以它很view 然後下山以後呢 九點去逛菜市場 很多婆婆媽媽最近很喜歡這個行程 因為菜市場也在老街上面 那它有很多在地的小農 他們來就是最新鮮 早上四五點就採收的 青菜水果都很便宜 因為我有買過 真的 真的很喜歡逛菜市場 那個 蔬菜水果 而且又是當天獻採的 而且又好吃 那現場 其實有很多好逛的啦 好玩的 又可以結合一些人文的部分 那 大概中午過後就可以去現場聽音樂 對 那現場還有搖滾的音樂節的市集 哦 什麼叫做搖滾音樂節市集 我們現場每年都有邀一些 也是有一些地方的小農 還有一些文創地方的年輕人 做文創商品的 對 或者是說有一些食品的加工的 是 或者也有一些 當然酒類啦 或是咖啡啦 他們有一些自己的設 一些不錯的農產品 OK 那我們就會邀請來做擺攤 那還有一些特別 比如說像地方的老產業 哦 比方說 比如說我們有邀打鐵店的老闆來擺攤 真的假的 打鐵 他賣什麼 賣刀 賣刀有 賣刀子 之前也有 現場也有人要帶 就帶了好幾把 那十幾把菜刀回家 哦 真的哦 送朋友就是 因為他現場 就是旁邊就有一攤賣番茄的 OK 他那個番茄號稱就是 我的水分最多 是 刀子不容易切 OK 那他刀子就號稱 我什麼水果我都可以切 都能切 吃的還不會低 是真的嗎 這兩攤就結合起來 哦那一天就賣得超好 哦 那個真的 刀子下去真的就很利 啊水果一切下去 哇 那個噴汁 汁就很多 對對對 所以這兩攤就 無往不利 所以我們也在湊合這樣子 變成好朋友嗎 對對對 所以那一天那個打鐵師傅 其實他真的是很 他們已經第三代 是 那他也就是邀請 等於說 因為他平常沒有這種機會 對 剛好透過音樂節 那當然也有一些國外的朋友 就是在考慮 要不要買刀 啊可是 因為帶不上去 帶不上飛機啊 對 一慢可以啊 刀子可以 可是鋤頭啊 啊 對 也大 太大 一慢可以帶回家 可以帶回家 我不需要 你不需要 因為老婆就夠了 OK 你不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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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現代的世代 你不可以這樣 好 那這個 我們來談一下那個 一慢 一慢 你們樂團 每次表演的時候 像 每個樂團 其實 那個表演的風格 是不一樣 那你們有限制時間嗎 比如說 一個樂團 大概可以表演多久 30到40分鐘 40分鐘 對 所以一慢 你也會帶來大概 30到40分鐘的表演 這個時候 對 這是看他們的需要 對 那你都會 挑你的創作的歌曲嗎 沒錯 對 是 你的創作歌 是屬於 哪一個類型的 有人可以說是 龐克風 或者搖滾 對 要看你個人的 喜歡 對 個人的形容 都不一樣 OK 你 都是創作英文歌 大部分 是英文的歌 因為太懶惰了 英文歌太難了 當然 如果你 如果你用 母語 母語 是比較簡單 是比較自然 但是 最近我們都是 開始覺得 啊 應該有一些中文歌 OK 所以我 我傳給你的那首歌 就是我們 第一個 中文歌 OK 所以我們覺得啊 如果要有中文歌 應該是 比較簡單一點的歌詞 是 所以最簡單的 當然就是 啤酒 OK 所以等一下要放的是 這個 台灣啤 這個台灣金白 沒有錯 不是我一直 剛剛在跟姨曼聊 他一直講啤酒 還有我想到啤酒 吃啤酒沒有錯啊 可是那時候 是台灣啤酒 你在 你在 創作這首歌的時候 你是一邊喝著啤酒 一邊創作 我忘記了那個時候 我在喝什麼 可能是啤酒 說不定是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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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喝紅酒 結果一直創作啤酒 好像在想 老的女朋友 這個不能講阿姨曼 等一下老婆聽到 老王最後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今年音樂節大概有五大主題 也可以給聽眾朋友 因為其實我們都很希望 來聽音樂節 不是只有鎖定一個主曲 其實是老中青都可以感受 有國外有國內 所以剛剛伊曼才會講到老的女朋友 原來是這樣 因為音樂節就是屬性比較多元 所以有五個主題 第一個當然就是主舞台的搖滾音樂 你可以在現場感受音樂節的樂團 除外的就是文化公車 你可以去走訪水淳 那現場還有搖滾寫聲 第一天8月4號 是可以親自一起來寫聲 然後參加比賽 然後第二天就有搖滾寫聲的頒獎 所以等於來住一天晚上 然後得獎以後 就是頒獎給你 所以有兩天的這個活動 那現場還有這樣的水淳區 跟水體驗區 就是來玩水啦 然後最後一個區域就是 這個市集的部分 你可以選擇來這邊逛 我們都很希望說全家大小 大家一起來 很豐富 好的 那今天呢 我們非常的開心 可以邀請到 我們尊懷活水人文協會的 執行秘書老王 還有我們的志工和元 還有我們末日之星樂團的主唱 以曼 那現在呢 楊潔要放的這首歌曲 就是來自於末日之星樂團 所演唱的歌 也是以曼的創作 台灣金牌 就讓這首歌陪伴大家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回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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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金牌 我愛金牌 我